上期標準版橫屏拆解我看反養不錯 索性後續我們就專門整一個響比系列 之後的同檔位機型都會做一個橫屏節目 即便拆過單機型 後續也會湊一塊橫屏一期 這期節目我們就來看看子品牌的次旗艦對決 分別是 RAMY K90 IQOO NIO 11 真我 GT8 和一架 S6 第一步 關機後取出所有卡托 四款卡托均為雙卡背靠背設計 材質都是金屬加塑料 內側全部配備防塵防水的膠圈 第二步 拆卸後蓋 加熱後 酒精配合拆卸片 劃開粘膠 分離後蓋 我手上這四款配色的後蓋材質 除真我採用了類脂再生皮革外 其餘三款都是玻璃材質 DECO 區域都是玻璃鏡片拼接金屬裝飾圈方案 特別要說明的是 RAMY 的 DECO 採用類似 iPhone 的一體冷雕玻璃工藝 它是通過一整塊相對較厚的玻璃雕刻而成的 整體看上去高級感要更強一些 後蓋內側 除了 RAMY 外 其餘三款在電池的對應位置都有添加泡棉填充機內間隙 RAMY 也不是沒有泡棉 只是泡棉放置在了電池和副板的連接處 面積相比另外三款也小了非常多 其中 iCOO 和真我還在後攝模組左側 以及副板位置額外添加了泡棉 提供緩衝保護 四款中只有真我的底部讓人切散熱膜貼在後蓋上 一家則是給後蓋上貼了一大一小兩片散熱膜 完全覆蓋了主板的核心發熱區以及電池位置 這兩片散熱膜的面積加起來有7700平方毫米之多 相當程度上加強了整機的捐熱能力 DECO 內側四款全部添加了黑色塑料內層保護 所有鏡頭四周都有配備防塵秘密泡棉 防止灰塵進入 來到主體部分 NFC 線圈都設計在後攝模組附近 位置合理方便使用 四者均沒有配備無線重電線圈 電池位置的散熱膜也都沒有完全覆蓋電池 Redmi 和 iCOO 的散熱膜向上延伸至NFC線圈區域 使散熱膜的面積來到3300平方毫米和3000平方毫米出頭 底部燃燼器的散熱膜四台手機都有配備 只不過真我是貼在了後蓋上 這個剛剛也有特別說過 影像的外圍配置上四款均沒有搭載激光對焦傳感器 但在環境光傳感器方面都配備了前後雙光感 但只有 Redmi 配備了上下後三顆麥克風 其餘三款都為上下雙麥克風 閃光燈數量上全部只配備一顆燈珠 用於萬能遙控的紅外發射器也都有搭載 不過安排的位置有所不同 Redmi iCOO 以及一家都選擇放在機身背面後攝模組附近 真我則還是比較傳統的安排在機身頂部 四者的主板蓋板材質都是金屬加塑料 蓋板內側其壓緊填充作用的泡面分佈在四者接口 前攝以及頂部燃燼器位置 真我和一家電池位置的散熱膜向上延伸至主板核心發熱區域 使這兩片散熱膜的面積一個來到3300多平方毫米 一個突破4100平方毫米 而 iCOO 這邊則又在主板核心發熱區域額外貼了一塊面積在600多平方毫米的散熱膜 使 iCOO 成為四台手機中 唯一一個在主板蓋板正反兩面都有覆蓋散熱膜的機型 這兩片散熱膜加起來有3600多平方毫米 此時來看電池在機身中的佔比情況 iCOO 和一家會相對大一些 Redmi 和真我略小一點 取出所有攝像頭 詳細參數大家看圖 四台手機中只有Redmi 和真我配備了長焦鏡頭 其中Redmi 的是直立長焦 真我採用的是三次反射方案的前望長焦 也是四台手機中唯一一個除主攝外 還有其他鏡頭具備 OS 光學防抖的 剩餘的部分差異其實並不算太大 來到主板部分 四塊主板均採用利好散熱的單層設計 PCB 板材厚度都在0.6mm 上下 四者的主攝全部採用破板下沉設計直觸中框 有長焦的機器也給了長焦相同的待遇 但超廣角則都選擇架在主板上 所有鏡頭和核心三大鍵的相對位置大家直接看圖 防護措施上 iQoo 和真我 都是在部分接口 有膠圈或者泡棉圈的保護 小元件的封焦處理上 Redmi 相對少一些 iQoo 和真我多了一點 一家則是所有小元件都進行了封焦 主板正面的屏蔽罩上 iQoo 貼有一小片銅箔 真我和一家則是配備了散熱膜 主板背面的屏蔽罩上 全部都有散熱膜或者銅箔的覆蓋 主要發熱芯片位置都有導熱材料 去掉屏蔽罩 清掉材料後看到核心三大鍵 四者全部都使用高通上代的旗艦SoC 小龍八直尊版 RAM 也都採用 LPDDR5X 規格 RAM 則只有真我選用了 UFS 4.0 RAM 米 iQoo 以及一家都使用 UFS 4.1 規格 遊戲方面 王者和吃雞兩款遊戲基本都是拉不開差距的 都能輕鬆跑滿 主要的區別在於原生的高砂式配上 一家針對各類槍戰遊戲的 165Hz 超掛刷適配 到了原神新鐵跑圖以及新鐵重載的虛構 蓄勢副本 iQoo 和一家表現都比較穩 綜合來看 論遊戲體驗 iQoo 和一家顯然更到位 頂部產生器上 RAM 米是戈爾古份全金屬封裝的 1115F 規格 iQoo 的頂洋集成在主板蓋板上內核是 1116B 真我和一家則都採用 AA Solution 科技常規封裝的 1012H 規格 四款中只有 RAM 米的頂洋內添加有 N-base 升學 增強材料 其餘三款都沒有加 中光主板區域 四款中只有 RAM 米給 SOC 做了完整的樓空設計 使核心發出的熱量可以更加直接的傳導至 VC 均熱板 提高導熱效率 真我則是在 SOC 對應位置的左側 樓空了一點點 配合上方殘留的導熱材料 也能將核心發出的一部分熱量傳導至 VC 均熱板 但 iQoo 和一家這邊 就完全沒有進行樓空了 RAM 米還在 VC 對應 SOC 的位置做了 3D 突台設計 以縮小核心和 VC 的間距 降低 Z 軸的接觸熱度 進一步加強導熱能力 四者的副板蓋板材質都是金屬加塑料 蓋板內側 壓緊填充泡棉分佈的位置 大家直接看圖 底部燃料方面 RAM 米的發聲單元採用和鼎陽一致的 1115F 規格 但供應商更換成了 AEC 瑞生科技 看來是多供應商的方案 iQoo 也是和鼎陽一樣的 1116B 真我的是瑞生科技 1115E 大世紀規格 N-BASE 升學增強材料上 只有 iQoo 沒有填充其餘三款都有配備 四台手機上下揚聲器的硬件綜合性能大概可以這麼排列 在副板 PCB 板材的厚度上 真我最後一家四支 RAM 米第三 iQoo 最薄 防護措施方面 真我和一家做得最足 所有接口都有膠圈保護 小元件全部進行了封膠 iQoo 則是部分小元件有封膠 但接口沒有做防護措施 RAM 米則是接口和小元件 全部沒有保護 四款 Type-C 接口內全部配備有防塵防水膠圈 接口都採用480Mbps 的 USB 2.0 規格 提升抗氧化和耐腐蝕性能的惰性金屬 只在 iQoo 的供電腳位上有出現 四者的馬達尺寸完全一致 都是 8x 9x 3.5mm 雖然尺寸一致 但實際硬件性能還是有那麼一丟丟差異的 大概可以這麼個排列 中框副板區域 四款的底部麥克風收聲孔 均配備有防露音泡棉加白色防水透氣膜 全部採用 L 型防袋設計 誤查後不用擔心防護結果損壞 底部燃氣出聲口使用紅色膠圈加細密防窗保護 實際防塵防水的能力 目前基礎的 IP68 加 IP69 都是有的 但真我和一家還額外做了 IP66 的高壓水柱測試 一家甚至連 IP69K 高溫高壓水流沖刷測試也安排了 屬於防護大滿貫了 電池方面四者均有快拆設計 一家電池採用雙電型單接口方案 另外三者都是單電型雙接口設計 四塊電池的容量全部來到 7000mAh 以上 製造商方面 iQoo 和真我選用深圳新旺達 Redmi 為浙江新旺達 一家則是老朋友東莞新年德 電芯上分為兩個陣營 Redmi 和真我使用新旺達旗下的 LWN 黎威新能源電芯 iQoo 和一家則是採用電池巨頭 ATL 的電芯 四塊電池的能量密度通過包裝尺寸計算 都超過了 800 瓦斯每升 iQoo 的密度最高是 841 瓦斯每升 四塊電池除了一家之外 全部採用了 CPAC 工藝 將保護板的堆疊方式從 Y 軸改為 Z 軸 騰出空間給到電信加大容量 Redmi 的保護板是 SIP 系統級封裝 iQoo 和真我有熱溶膠封裝 來增強此區域的防護性能 一家電池保護板則還是傳統的封裝方式 包裝內附帶的充電器 除了一家的 120 瓦外 其餘三台都是 100 瓦 實測峰值充電功率 毫無疑問一家最大 來到 97.1 瓦 其餘各家都在 80 瓦左右 最低的真我也有 77.4 瓦 1-100 充電用時上 電池最小的真我 和電池最大的一家用時最短 47 分鐘 剩下兩台的 50 分鐘前台都能充滿 最後一步 拆屏幕 加熱後酒精配合拆一片滑蓋粘膠 分離屏幕 首先來看尺寸 Redmi 最小還不到 6.6 英寸 其餘三款都在 6.8 英寸上下 屏幕供應商方面 iQOO 和真我都來自京東方 Redmi 則是滑星光電 一家是天馬威電子 除了 iQOO 使用 LTPO 外 其餘三款都是 LTPS 分辨率上 iQOO 和真我都是 2K 分辨率 PPI 在 510 左右 一家則是 1.5K PPI 450 Redmi 因為採用的是小米旗艦同款的超級像素排列 分辨率和PPI 從數字上看是 4 款中最低的 但在實際使用中 這個清晰度是沒有問題的 調光方面 Redmi 和真我採用全亮度雷DC 調光 iQOO 和一家則是雷DC 和高頻 PWM 相互配合 除了一家還是線偏正光外 其餘三款都有圓偏正光的加持 亮度上 Redmi 的保守也是試乘小米 手動產品下 Redmi 和真我都只有 500 多尼特 但好在兩者都有高亮模式 開啟後 Redmi 來到 775 真我更是突破了 900 兩者都要比 iQOO 的 710 和一家的 736 要高 強光激發時 Redmi 來到了 1000 尼特出頭 iQOO 的 1600 一家更高一點 1743 真我最高有 1907 尼特 10% 窗口下 iQOO 亮度基本沒有變化 還在 1600 多尼特 其餘三款都來到 3000 加 最低亮度上只有 Redmi 降到了 1 尼特以內 蘋果背面都有全覆蓋的銅箔 DDIC 位置的抗杠的貼紙全部到位 4 款均採用 3D 超聲波指紋方案 其中只有 Redmi 的指紋來自高通 其餘三款都是匯定的解決方案 不過只有 iQOO 是最新一代的 針對鋼化膜的識別率會更加的出色 說到鋼化膜必須推薦一波 我們微積分店鋪的想貼系列 這個系列的核心優勢就是 高精度的 3D 熱彎工藝和幾乎全覆蓋的特性 熱彎帶來的好處就是邊緣的順滑度 每一次返回操作都是一種享受 貴是貴了點 但相信我絕對只會票價 並且為了讓大家更輕鬆精準的貼膜 我們的貼膜神器 也特意用真機住宿成型 精度相比常規的要高 放進去你就能感受到它的勁 不用擔心滑傷手機 跟著教程走 你就是貼膜大神 有需求的 直接去淘寶搜索微積分店鋪即可 出貨IC 方面 真我和一家使用新思的 S3910V iQOO 則是新思的 S3910 RAMY 採用匯定的 GT9916K 四者的中框上都覆蓋有大面積的散熱膜 iQOO 的尺寸最大超過了 8200 其次是一架接近 7500 RAMY 和真我則在 6000 平方毫米上下 四家散熱膜就能看到四塊不鏽鋼材質的 VC 均熱板了 均熱板的顏色差異是因為供應商的表面動畫工藝不同導致的 主要材質都是不鏽鋼 VC 面積上 iQOO 的最大接近 8000 平方毫米 真我四隻 逼近 7000 平方毫米 隨後是一家的 5600 多 以及 RAMY 的 5300 其中 RAMY 的 VC 的核心位置有做下凹設計 除之前提到的縮小間隙降低熱阻外 也為了讓熱源遠離屏幕 避免 SOC 發出的熱量形成局部高溫 一家核心位置 超低導熱系數的氣凝膠也是相同的作用 從散熱的設計和用料來看 散熱膜給的最多的是一架 而 VC 面積最大則是 iQOO 還有 RAMY 的 VC 與核心之間導熱效率也是最直接的 從實際高負載遊戲的溫度表現來看 RAMY 溫度控制的會相對出色一些 但總體假針差異不算太大 最後的中框總成的四款 外框和內框都是金屬材質 到這裡就都給大家展示完了 這次的總結我就不整什麼雨露均沾的話術了 我就推薦兩個方向 如果是偏遊戲體驗的 iQOO NIO 11 不管是性能表現 遊戲適配度還是屏幕分辨率等方面 都是相對更出色的 所以選它基本不會讓你失望 當然畢竟都是骁龍八之尊版 除了屏幕分辨率和高幀遊戲體驗外 常規遊戲的體驗差異不會太大 所以如果在這個技術上 你還希望有不錯的影像體驗 可以考慮一下真偽集體吧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視頻的全部內容 我是Rubin 下期想比大家想看哪幾台機子的對比呢 必須是同檔位的 歡迎彈幕或者評論區留言